男子在公园随机拍照 在路人不知道帮拍照需付费的情况下向路人讨钱 16岁还可以掏100 我亏待你 这台相机10万我亏待你 我有亏待你吗 我亏待你 我没有亏待你吧 那为什么要跑 没有我想说就是 20块而已你还要让你跑 我亏待你 我爸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公益系的 你知道我爸一生当中在摄影器才花多少钱吧 至少400万 从日出拍到夕阳 拍到癌症 这个就叫做 你要我跪下去你才愿意掏100块给我 该男子行为可能触犯刑法强制罪 及社会秩序维护罢 关爱安宁秩序 将主动调查 你好 熊市蔡靖苗蔡靖的妈 嘿是 我这边是台北 基管 你家人的话被车撞死了 蛤 我家人被车撞死 对 你家人被车 抓紧过来 快点快点 来不及 可是我爸死了很多年了 喂 怎么样 你平安健康吗 啊 是不是我平安健康吗 什么意思啊 真的很忙 你有什么事吗 确定你有没有平安健康啊 哦 你这边是在怎么 刚刚有人打电话来说 家人被车撞死 谁啊 杀骗集团啊 那吓人好不好 阿伟柔在吗 他被车没关在我旁边 哈哈 阿弟弟在吗 在 有他在睡觉 好没事 好自己要小心了 好上班就来拜拜 学着我儿子的声音说 妈妈救我 我就跟他讲说 我儿子是 脑性麻痹的小孩 他不会走 不会站 也不会吃东西 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那个炸店集团跟我讲一句 愿上帝祝福你 有一次那个 诈骗机在 然后用电话诈骗我 那时候很流行 就是可能家里的儿子女儿 会被打架 那时候就有一个人 学着我儿子的声音 然后就说妈妈救我 然后我听了他 他也差不多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儿子是脑性麻痹的小孩 然后他不会走 不会站 然后也不会吃东西 那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然后那个炸店集团 听了我说这些话之后 然后就很沉默地跟我讲一句 因为上帝祝福你 然后希望你未来的路 一切顺遂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掉 我儿子是脑性麻痹的孩子 他如果真的像这样子会哭的话 那我会很开心 如果他身边有这样子的家人 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感同身受 才没有再继续再跟我要下去 如果是什么时候中间 这个人是脑子 然后这个人是脑子 然后又是脑子 但是就是脑子 那么就会感到